好这一节我们来关心的是以巴冲突 大家知道至今到现在还是搞不定 首先呢归咎于自己巴勒斯坦内部派系也都搞不定 无法团结来对外 不过呢巴勒斯坦自己搞不定的事情 倒是现在我们这一节要来特别关心的是 中国大陆有办法让中东局势团结起来吗 这个这样的情势其实反倒是让美国现在开始紧张起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这一节一起来做解读 先来看倒是来自于央视的报道 说巴勒斯坦各派系的内部和解对话的闭幕是23日呢 在北京哦竟然是在北京这个地方来做举行 各派的代表签署了最后是签了这个北京的宣言 确保说接下来巴勒斯坦他们终于可以结束分裂来加强团结 就战后接下来的加萨的治理 然后呢还有组建临时的民族和解政府来做规划 这个和平协议对目前敌对的两大派系 大家熟知的第一个就是哈马斯嘛 第二个就是法塔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帮官方朋友科普 2007年哈马斯选举中大胜将法塔势力逐出加萨走廊 加萨的部分就变成是哈马斯在掌握 那法塔运动则是控制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事实上双方过去曾经多次试图 两方要达成协议统一分裂的巴勒斯坦领土 但是都失败2017年甚至呢和解协议签署后不久 因为有人企图要做这个暗杀行动而破裂 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新闻 14个巴勒斯坦派系代表出席在北京的会议 破天荒在钓鱼台的会场举行的这场记者会 北京有这个服众的本领 不可能如果没有的话不可能聚集这么多人的 所以我们要来了解说北京的方案到底为什么 它的北京宣言可以获得如此高在中东地区的信任 老师怎么解读 这个北京宣言的全民 在就是7月21 22 他们14个代表两天的开会 然后在23号上午签署这个宣言 全民叫做关于结束分裂 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这个北京宣言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 那基本上是在针对就是这14个派系 其实关键就是哈马斯跟法塔 我们或者叫法塔赫或法塔 那这两个之间 在其实两三个月时间 他们就已经在北京见过一次 那第一个当然显现出中国大陆 在就是处理加撒巴勒斯坦问题 甚至中东的问题上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你不要忘记在之前 他也成功地促使了伊朗 跟沙特拉伯 也就是沙特之间的和解 跟后来建交的这个推动 这个是很难得的一步 那现在他在这个加撒问题 加撒问题分两个大的层面 第一个就是实际的战争的层面 主要是美国跟以色列之间 别的国家介入不了 联合国介入不了 真正最后解决加撒问题 还是要从这个政治跟军事的这个角度 那尤其是以色列 他要愿意停火 撤军 那但是呢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 整个国际社会看到 从就是这个加撒战争 打到现在 我看了最新的数字 已经将近四万人死亡 在加撒地区 照应于那一次 10月7号 哈马斯对于以色列的一个就是攻击 那个攻击 现在确认大概是将近一千人 所以四万人的死亡 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停止的情况之下 国际社会都在做他们的外交动作 虽然对真正的这个加撒地区的问题解决 还是利有未来 可是呢 北京这边的介入就形成很重要 就是说 因为关键是在巴勒斯坦自己内部 刚才已经提到的 市民提到 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对抗 尤其是这个掌控加撒的 就是 哈马斯 以及掌控约旦河西岸的法塔 一直就是不对盘 他们现在透过这一次在北京形成这个学议 一方面我觉得 中国大陆针对就是巴勒斯坦的问题 它有三个步骤 它第一个是推动加撒地区的 尽快实施全面持久可持续的停火 第二个是实施巴人制巴 那这个北京宣言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第三个就是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的正式的会员国 可是关键就是 我觉得他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 哈马斯跟法塔之间的这种分裂 只不过是现在面临战争的时候 尤其是川普要回来之后 川普跟内坦亚胡关系更是哥良好 那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压力之下 跟在俄乌战争不一样 巴勒斯坦至少各个不同的派系 两个主要的这个政府 然后呢怎么样能够形成一个团结 国际社会都已经有一个比较团结的声音支持了 可是呢力有未胆 可是你自己内部呢 如果你要能够谈判的话 你自己能不能有一个一致的这个声音 这个可能是在北京宣言上面 促使这些巴勒斯坦不同的派系 达成初步的共识的功能 好 重点还是这个巴勒斯坦自己内部要搞定 那中国大陆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们持续关心说外长王毅 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对话这一次 他特别表示呢 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实现了全部 14个派系的大和解大团结 核心成果其实刚刚杨老师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就是明确的在定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 那突出亮点包括围绕在加萨战后制里 组成临时民族和解政府要达成一致 并且呢强烈呼吁是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来实现 巴勒斯坦真正独立建国的 所以我们看到几个关键字 独立建国还提到了联合国 还有战后制里加萨等等 到底中国大陆目前在中东 希望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新秩序 另一头以色列在美国协助下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进行很多的攻击 正当性现在到底还剩下多少 议员怎么看 果然是世界破破烂烂 中国缝缝补补 当俄乌还在战事冲突 以色列还在吐露 拜登还在苦斗川普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又悶声干了这件事情 巴勒斯坦的14个派别在北京实现了和解 北京宣言呢让我感觉到三个看点 第一让全世界看到谁是战乱的制造者 谁是和平的制造者 美国不断向以色列输送武器 然后呢去屠入巴勒斯坦的老百姓 目前呢有4万多名的人上升 制造了无尽的灾难 但是中国大陆呢 则是不断地在弥合中东 努力地创造和平 那随后呢你看我们看 以色列呢感觉又嗅到了一些不对 所以纳坦尼亚胡呢 马上又跑去美国 他可能会觉得形势不妙 这就让人感觉到 想要和平就去北京谈 想要战争就去华盛顿谈 所以到底全球谁是制造战乱 谁是地造和平 非常清楚 第二当然也展现了强大的中国影响力 伊朗跟沙特本来是死对头 在北京的斡旋之下 双方能够走向和解 而中东各国呢 本来也是相互的对立啊仇视 但是在中国大陆的调解之下 阿拉伯的各国部长 时不时的也通通会跑到北京来碰面 开会 巴勒斯坦内部呢 这些派系过去更是打得一塌糊涂 各有各的利益 各有各的盘算 在大陆的努力之下 他们也能够暂时放下成见 为了一个目标的共同努力 一开始看到北京宣言的时候 我就吓了一跳 就是呢 巴勒斯坦 这么不大的地方 有14个派系 而且更令人震惊的是 以色列都已经屠杀了这么久 这14个派系还没统一 就这14个派系还没团结 还要等到北京出手 然后才能够形成团结 所以幸运的是 就世界上中国大陆 能够对中东的这些国家 形成有效的促成和平的方式 让他们走到了团结 或许呢 这是中国大陆不断和平的一方面努力 所以未来巴勒斯坦的建国 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然后中东和平可能会迎来曙光 那么以色列跟美国相对来说 会比较难办 再来第三个 这也是见证了百年沧桑 为什么 这叫北京宣言 别忘了在1860年 当时的北京条约是什么 那是中国面临到世界帝国主义 列强的侵略迫害的 种种的打压以及死伤 可是到了今天呢 帝国列强的主义 一点都没变了 就以色列仍然是对着巴勒斯坦的 学校居民 医院 难民营疯狂地去丢炸弹 以及屠杀 做了各种不人道的事情 所以这种作为跟二战时期 或者是跟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世界各国对中国所干的事情 基本上没什么两样 那么从北京条约到现在的北京宣言 164年过去 我觉得最令人感慨的就是 中国从当时世界的受害者 而现在已经能够成为世界和平的缔造者 中国大陆忙着调节巴勒斯坦内部14个派系 能不能迎来和平 大家持续的关注 另外一头美国也说 我们也有帮忙调节中东局势 我们来看到加萨卫生部对外表示 开战以来加萨地区真的很不幸 9万有147个人受伤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说 以色列哈马斯已经有谈判数月了 而且离停火的谈判非常接近成功 但是布林肯还是说 他说还有一些棘手问题需要解决 美国说棘手问题需要解决 但是我们看到战事持续的扩大 而且甚至扩及到更多的中东国家 这当中包括了伊朗还有叙利亚 叶门也都卷入 到底在军事上 美国在中东能够发挥什么 嚇阻作用吗 中东国家会因为罗斯福号 航母护航心生畏惧吗 总编怎么看 其实美国人在中东地区 他目前在军事上 他所做的 他所能做的真的是不多 虽然大家可能认为 美国人现在在中东地区 他很多军事基地 包括阿联酋 包括卡达 巴林等等 那不是有美国空军基地 就是有美国的海军基地 特别中央这个指挥部 他的指挥部所在 就在巴林 而且这个地区 长期有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 尤其是他还会 从大西洋和太比洋 调派一艘航空舰 到这个地方来执行 轮調执勤的任务 比如说之前是艾森豪号 目前是罗斯福号 证明了美国海军 和美国空军 基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他还是常驻 一定的军力存在 但我必须说 尼哈战争把美国人 这个整个旗搞个大乱 特别是目前 欧洲有俄乌战争 美国投入很多资源 包括兵力 要照顾他的欧洲盟友 因此这个意外来的尼哈战争 又迫使他必须投入一些资源 但对美国很尴尬 就是他目前就是摆明了 要把军事资源更多的用在印太地区 针对他 习目中 头号的对手 中国大物 来进行军事和安全上的遏制 严实在这样的格局之下 他真的是没办法调派更多的兵力 进入中东 而且过去以来 因为以他冲突 更凸显了美国人 不只在军事上 这种资源不够分配 而且他在国际的形象上 也大受折损 尤其是对于以色列的 一昧的偏袒 各种双标的解释 很多现象 事实上很多阿拉伯官 对他非常不满 比如阿联酋 他就命令 他就是告诉美国人 我不允许你美国人 在我阿联酋的基地 对于伊拉克 对于说夜门武装的一些 这个目标进行攻击 就代表了 面临这样的窘境 即使派驻中东的美军 他在很多任务的执行上来讲 也捆手捆脚 因此就美国人来讲 他在军事上 除非他大举征兵中东 但以目前状况 可能就是维持这个现状 凑合凑合 至于说航空母舰 来来去去 对中东国家来讲 已经是常态化的军事部署 但从过去胡塞武装 或者一些反西方的武装场景 它是没在怕的 你航空母舰 已经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 但我攻击轮船 攻击货轮 我照样打 我攻击以色列 我照样攻击 因此美国的这些军事量 事实上对于欧洲一些反西方的武装团体来讲 已经是生活一部分 因此也没有所谓的畏惧存在 好 如总编所说的 这个美国主要战略现在是放在亚太 所以中东地区 我们看起来真的影响不太大 不过呢 在中国大陆的调解之下 14个派系刚刚说 马上演和平的大和解 对于未来以哈局势会有影响吗 三位来宾 我们各自30秒就好 有明老师怎么看 川普上来之后 内坦雅胡能不能接受停火 他能不能接受哈马斯也 加入到未来的巴勒斯坦组织 也就是北京宣言所谈的内容 这是关键 好 总编 我认为他是为中东未来的整个大和平 建立一个好的桥头堡 特别是巴勒斯坦内部可能会稳定 但更艰难 如何撮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这种双边的会谈 特别以色列他右翼色彩 尤其是纳坦雅胡 极右的这个政权 他是非常强悍的 我认为这个是不容易的 谢谢总编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